赵云到底是不是保镖 这个问题困扰了无数三国民 今天我来解答一下 赵云一生当过主旗 疑似布曲 衙门将军 偏将军 贵阳太守 刘盈司马 义军将军 江州都 珍南将军 中护军 镇东将军 镇军将军 这些官纸里面 有没有类似保镖的 有没有疑似保镖的 咱们今天过完赵云的一生 我们一一研究一下 三国之赵云战记载说 为田凯居元少 为先祖主旗 啥意思呢 是说赵云是攻的 龚生战混的 龚生战呢 派刘备跟着田凯 去对抗袁绍 让赵云跟着去 给刘备当主旗 这个主旗是啥呢 就是掌管骑兵的军官 就是骑兵里 你进攻 进攻 就这个 主旗 这一看就不是保镖嘛 对吧 你不可能说孙德胜是保镖嘛 对吧 OK 赵云躲过了第一个官职 主旗不是保镖 那咱们来看第二个官职 跟了刘备几天 就因为哥哥去世 杳无惊心 再回来的时候 已经在官渡之战的前夕了 这个时候 刘备在袁绍的帐下 见到了赵云非常高兴 与赵云彻夜长谈 同床共枕 有人说 哎哎哎 咱别瞎说行吗 咱能正经一点吗 我告诉你啊 这可不是我编的 三国志赵云段记载 原文说 先祖旧袁绍 云建于夜 先祖与云同床棉雾 看到没有 然后呢 说密遣云和睦 得数百人 皆称刘佐将军不取 少不能知 这一段很迷啊 许多许多都看不懂 就他说了啥呢 说刘备秘密派遣赵云 去招了好几百人 就说 这好几百人是刘备的不取 还不能让袁绍知道 不取很重要 因为这很可能是赵云的官职 所以咱得研究一下 不取是啥呢 在东汉的时候呀 不取是带有个人衣服性质的 一种武装力量 就好比说 我们家家丁 我们家家臣 我们家家奴 就是你让我带一个银 行 那我现在多了几百人 你问我哪来的 这是我的不取 是属于我私人的 你管不着吧 我带了三百家丁 打击 这你管不着吧 所以刘备就是玩了个 这么个意思 那所以这个不取 大家看 是不是很像清兵 很像禁卫兵 是不是就那些保镖队了 那赵云 是不是就变成保镖队队长吗 咱别着急啊 不着下定论 咱们继续再往下看 赵云的下一个身份是什么 接着就是长板坡了 长板坡赵云救了阿党 被刘备分为衙门将军 这个官职很特别 第一 衙门将军是刘备原创的 只有衙门将 没有衙门将军 这个君子是刘备家的 再次 谁后来当过衙门将军呢 魏延当过衙门将军 而魏延原来就是刘备的不取 然后升为了衙门将军 所以难道衙门将军这个官职的 升天逻辑是必须用不取升上去吗 但是呢也不一定 因为赵云这个衙门将军 是刘备第一次原创 是他为赵云量身打造的 所以这个意思跟魏延的可能还不一样 那刘备是怎么想起来分赵云衙门将军的呢 所以很有种可能 是赵云原本是衙门将 他是衙门将 因为救了阿党 为赏赐他 就给他赏了个君字 也没发钱 也没分房 也没给啥 就多了个字 成了衙门将军 那有人问了 衙门将是不是保镖呢 首先我们要搞明白衙门是啥 衙门是一种防御公式 防御据点 就类似于小型的土城 就我猜测和咱打游戏的三国无双里面 这个据点差不多 守卫衙门的将叫衙门将 这个衙门将就是守据点的 他不是保镖 那有人问说了 如果不是保镖 那为什么藏板坡的时候 是赵云去救阿党 那不是别人去救 那只有保镖去救人吗 对不对 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啊 刘备军的家隽 晚上睡在据点里 曹操的虎暴计突然下到 据点被冲垮了 家隽和刘明老百姓混在了一起 找不到 赵云身为据点首将 有没有责任去保护据点里的家隽 那找不到了赵云要不要找 所以这么看据点是个载体 那要看据点里放的是啥 据点里如果是刘备在里面 那赵云就保护刘备 据点里如果放的是粮草 赵云就保护粮草 据点里如果放的是黄金 赵云保护黄金 据点里放的是恶斗 那赵云就得保护恶斗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 赵云并不是保镖 他不是保护哪一个人 他是保护这个距离 我们再往下看 接下来是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打完了 刘备收了金南四军 赵云被分为什么 赵云被分为偏将军和贵阳太守 有人说偏将军 我可知道 这个官非常高 赤壁之战打完后 周瑜才被分偏将军 周瑜是啥 你自己去想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不能这么对比 孙权自己只是个杂号将军 所以他能给周瑜分的官 分到头了就是个偏将军 刘备是左将军 所以你看赤壁之战之后 官女士分到什么 档扣将军 张飞分的什么 是真鲁将军 都比赵云高 赵云只是偏将军 没他们俩高 我们再看贵阳太守 太守这个官是啥 是市长 我之前说过 那有人说了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讲了 赵云都当市长了 那怎么可能还是保镖呢 你见过哪个市的市长 还兼职给他当保镖的 这可能吗 赵云的这个市长呢 是临时的 没几天就换了别的文官 来管理城市了 然后呢赵云呢 就改任叫刘云司马 为什么是刘云呢 因为刘备去益州了 把赵云留下了 有人说 那这个身份 应该不会是保镖了吧 刘备都走了 赵云保护谁去 恰恰这个身份 是赵云所有身份里 最像保镖的 云别传记载 先祖以云言重 必能整齐 特任长内侍 看见没有 赵云都管内侍了 啥叫内侍 内侍就是刘备 老婆孩子的事 都归赵云管了 你看这个身份 像不像保镖 但也别急 不是没有机会 我们再来看 还有史料记载 说这个余地圣记里面说 说他们呢 有座臣 相传呢 这是刘备的孙夫人建造 这个三国志呢 法政传也记载 说主公在公安野 北魏曹公之强 东旦孙权之逼 尽则聚孙夫人身便 获生走业 这成语就那么来的 孙夫人身边 有带着刀的婢女啊 特别怕孙夫人 什么时候就把刘备的 小命给要了 刘备呢 就以孙夫人呢 这个士兵好惹 士为由呢 就建了个夫人称 那孙朗强住在里面 赵云看着 注意 你看 是赵云看着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 是赵云在保护孙夫人 当然 你也可以理解成 是赵云在看管孙夫人 那有人问了 为什么是赵云呢 他这个小土城 不就是个据点吗 这不就是个衙闷吗 对吧 赵云最擅长的是啥 他不就最擅长的是守衙闷吗 所以把他放在这最合适 所以孙上一样 要带着厄斗逃走的时候 谁最先发现 赵云呀 所以为什么是赵云最先发现 和张飞一起抢回了厄斗 那刘备打下成都过后呢 分赵云为义军将军 诶 赵云终于升为杂号将军了 这个义军将军 就跟关羽这个当扣将军 是属于同一阶的了 但问题是赵云这个杂号将军 他太不官方了 这又是刘备原创的 你看到没有 刘备就喜欢给赵云原创官职 而且呢 这个名字起的也不好 义军将军 这个义字是什么意思 是辅助 协助 保护的意思 这听上去又像是个保镖 你看到没有 接下来汉中之战 马超 赵云飞 黄中 第一事件都上了 唯独缺少赵云的记载 不知道赵云干了啥 那主力全上了 唯独没赵云 然后呢 汉中之战打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黄中砍死了夏国渊 曹操亲自杀到汉中 双方争夺补给线的时候 终于有了赵云的记载 记载啥呢 说赵云救了黄中 还是救人 而且呢 玩了个空银记 罗冠中呢 就是根据赵云这个空银记 后来给诸葛梁设计的空尘记 空银记是啥呢 就是赵云在这个迎战前 自己一个人呆着 在这个迎战里 合理的买死好弓箭手 曹操兵过来的时候呢 靠近的时候呢 突然被跟弓箭手放箭 敌军不知道赵云有多少人 也很恐惧 就被打退了 所以你看 赵云是多么了解 怎么利用迎战来打防御反击 你看到没有 这是怎么来的经验 不就因为他了解衙门吗 他了解聚点战该怎么打吗 所以说这是赵云什么 专业队口 再接下来 赵云呢 被升为了江州都 是个地方都 这个官可以啊 关云是荆州都 魏延是汉州都 对吧 吴国的周泰是什么 是辱区都 这都是镇守一方的都督 但问题是赵云这个官咋来的呢 是刘备要讨伐东吴 要打伊林之战 赵云反对 刘备就没带赵云去 让赵云守着江州 负责接应 赵云又一次被刘备了 跟当年的刘备司马差不多 后来刘备败了 退到了白地城 赵云来接应 东吴兵都跑了 赵云也没机会打仗 碰都没碰到敌人 你看三国之赵云战记载 说孙权习荆州 先主大怒 玉讨权云建之 国贼是曹操 非孙权 一堆 先主不听 刘云都江州 然后刘备就死了 然后又进入了 诸葛亮掌兵时代 史料记载 剑兴元年 赵云是从中护军 真男将军 分永听侯 前郑东将军 信息比较多 但赵云终于成为了 真正将军 这个级别 不是真正的将军 四真将军 和四真将军 是一种级别的将军 赵云啥时候当了 真男将军呢 不知道 就莫名其妙冒出这一句 有人说了 真男是不是打闷祸呀 是不是因为赵云打了孟祸 所以叫真男将军 那赵云还郑东将军呢 那郑东是不是就是 防御分权呀 是不是防御深权 所以郑东啊 其实都不是 在诸葛亮掌兵期间 将军的名称 就变得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有意义的是 那中间三个字 中护军 有人说中护军 我知道 护军是个非常大的官职 吕门当年就是护军 对吧 但吕门是东吴统帅 所以赵云这个护军 是啥意思 你自己想 其实此护军非比护军 各国的护军含义都不一样 诸葛亮原创了一套官职体系 分为军师 监军 护军 典军 参军 五阶 每阶里面呢 又分为中 前 左右 后 五个档次 啥意思呢 就是最牛的是中军师 然后是前军师 左军师 右军师 后军师 然后是中间军 前军军 左间军 右间军 后军军 然后是中护军 看到没有 赵云的中护军的这个意思 好多人说那这个军师 监军 护军 是不是一种职业啊 比如说你是个武将 你不能当军师 真不是 真不是 他就是个官职高低的意思 魏延还当军师呢 不过在这个时候 赵云的官职 至少是个这二八点的将军的样了 不再是带有保镖性的那种了 接停之战呢 就是赵云领兵 去对峙曹征 就是刘德华 那个建龙卸甲里面 最后那个大战 决战 就是这一段 接停之战失败过后呢 赵云被贬官 贬为了镇军将军 又成了杂号将军 然后赵云没几年就死了 纵观赵云的一生 官职都不高 比同时期的官张马皇都差很远 但我认为这是有原因的 比如说二百零三年 波旺波之战 刘备俘虏了夏侯兰 要杀 赵云突然跳出来说 不行这是我老乡 而且他懂法律 不要杀 夏侯兰姓夏侯 而且跟着夏侯征出场 对吧 那说明是夏侯征 多么亲近的人 人家博州人 咋就跟你石家庄人赵云有是老乡了 所以很可能是赵云心善 就编了个谎话来救人 但刘备嘴上不说破 不代表心理没反应 所以给你原创了官职 衙门将军 再比如二百一四四年 刘备打下了四川 要发奖金分钱分房 赵云又反对 说了一堆 为了老百姓好呀 什么要稳定民心呀 不能货化老百姓的钱呀 那然后刘备奖金照发 房子不照分 黄金照分 什么关羽张飞 诸葛亮谁都有份 维度不给赵云反 完了过后再给赵云封的官职 义军将军 又是原创 你看到没有 再比如二百二十二年 刘备要打伊林 赵云又反对 那你反对心 你就江州都吧 你就在江州呆子吧 你别打仗了 所以赵云的官职很低 我个人认为 这不是一种耻辱 相反 是一种荣耀 这不是一种荣耀的官职